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路橋 我是鮑勃 我是偉恩 今天又是我們的東京隨機冒險啦 好,大家看到我們後面這麼自然的景色 應該覺得我們又到東京距離市區很遠的地方嗎? 但其實不是喔,我們其實在東京市區裡面 我們再等等立西谷 好,那我們就回到開頭 東橋從東京都鐵道類的655個車站中 隨機選出四到六個來安排行程 選出後只能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前往的順序 所有的景點餐廳必須到了當地之後才可以開始查詢 完整的規則請自己暫停觀看 超快的書 扎車 閃軒超う 等等立 �物星數 下 пок... 我們的第一站從新宿旁邊山併區的高原寺 坐大概一個小時的車 來到東京南邊大田區接近川崎市的雜色 雜色站 我們現在一出站就發現這邊蠻熱鬧的 有很多素食店 然後餐廳 感覺一出來就連著一家商店街的樣子 然後那邊有Rotelia跟摩斯 請問目前的行程是什麼 因為今天是1月2號 所以店家也是蠻多沒有開的 但是我們來到這邊 雖然可能沒有開 但是我們還是觀望它的商店街之後 去一個我們六年再訪的西六鄉公園 輪胎公園 我覺得這邊就可以結束了 車站一出來就一個油頂商店街 其實還蠻有生活感的 今天其實在散步的人還蠻多的 這商店街有點偏暗的 對啊 它油頂的頂那個 可能要換一下 對 透光度係數不夠高 基本上定番的 MaiBasket 然後聖伯店 聖伯店今天有開 然後日高屋 Dotoru 電信行 對 還蠻 就是很典型的日本商店街 對生活感十足的 對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這一站其實 生活機能算非常好 算不錯啦 因為有一個商店街其實就很 在我們去過這麼多站裡面 其實比例算很少 對 而且其實這一站算只是普通個停就到 我們那時候會以為周邊完全沒有東西 對啊 就馬上有商店街 其實已經算 我覺得算非常好 我還記得有Docomo 剛剛有AU 現在有Docomo 對啊 然後松屋跟 Tonkatsu 對 它的松...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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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好 雖然它有頂的部分短短的 但至少我覺得 該有的東西都有 對啊 然後接下來的商店街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無頂的 對 無頂商店街 然後上面是叫雜色商店街 然後左邊還有一個很大的 Pachigo 這個是居住宅區必備 對 哦 還蠻大的 左右也是有一點東西 好 然後有便當店 Otomoto 這邊還有一家Sandlac 然後樓上有Gast 哇 這裡是... 我覺得這裡的那個... 應該說生活機能優良程度 超乎我的想像 還有豪車 豪車也會進來 對 就是... 很密集的 有各式各樣的 連鎖品牌 我猜它應該是 平常日 就是不是有年末年始的話 這邊應該會更熱鬧 對啊 超厲害的 這邊可能台灣人會喜歡 蠻有味道的 嗯 這完全... 雜色這一站完全突破我的想像 對啊 哇 這邊連七輪燒肉牛帆都有 對啊 而且年末年始 還有一夜喔 對啊 只是離市區比較遠處 也就是說這一站 其實沒什麼預算的人 可以考慮搬來這邊住 對啊 這邊應該... 我覺得住... 住宿應該會比市區便宜很多很多 超多的 好然後距離車站大概五分鐘以內吧 我們現在就來到了西六鄉公園 然後它又名叫做 那個輪胎公園 然後這邊的特色呢 就是我們 大概六年前有來過 然後它算是 東京的一個B級景點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用 廢棄的輪胎 然後搭建而成的各式各樣的設施啊 怪獸啊 然後非常適合小朋友來這邊玩 完了 Let's go Yeah 又要重現當年的那個 太尷尬了 好 因為今天想要太多了 所以不太好拍 我們就帶一下之前的 六年前的片段吧 Go Yeah 我們今天來到位於浦田的西六鄉公園 這邊有三千個輪胎喔 欸 你為什麼又跑越遠 開始玩囉 欸 小朋友應該覺得我們兩個大叔很奇怪吧 真的 但是你不知道在幹嘛 呵呵呵 我們就幫大家介紹的這個 有超多輪胎的公園 如果你不怕害羞的大人 或是有帶小朋友的話 歡迎來這邊玩喔 我是VN 我是包伯 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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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來的時候都沒有人 對啊 而且今天是那個年末的假期 然後感覺啦 附近的住戶就是 沒有出遠門的話 都帶小孩過來玩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 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然後錦鄰的西六鄉公園 有一排國宅的感覺 You got it 我覺得我們拍這個系列 大概十集吧 十幾集 然後經過超多國宅的 就是這個長相的房子超多的 因為這次觀光客不會來車站 不會來車站就不是觀光景點 所以國宅應該就相對比較多 超酷 對 聽說在日本考駕照 非常的困難 我們這邊剛好經過了一個 駕訓的算學校 接下來也是坐大概快要一個小時的車 從雜舍 往西北方 來到味道 釋田谷區的 等等力車站 好等等力這邊其實也不用特別查啦 就是等等力西谷 那因為這邊附近的餐廳都沒有開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西谷逛逛 然後就下一站吧 我們剛剛搭的那個縣是什麼縣 池上縣 因為我看那個車站 因為車站的大小本身就蠻小 對 然後車廂的 我看數量好像就大概四五節吧 對 所以應該是代表它這邊 沿線的載客量本身就沒有到那麼大對不對 應該可以這麼說 對啊 聰明 但是我是覺得以住宅區來說 這一區雖然一出站好像沒有很多東西 但是環境看起來還是挺不錯的 對我覺得這邊住 這邊綠樹很多欸 我覺得很適合大家在這邊 我覺得很適合家庭吧 可以這麼說 看起來蠻輕優的啦 但是你可能買東西或許會把要開車 對 有進去 等等力西谷 對而且這一站真的是一出來走路三分鐘 就到西谷 對 馬上進入西谷 耶 超誇張的 這附近的街道大概是這種感覺 有一條大馬路上 兩旁有一些房子 但沿路基本上沒有看到什麼店家 我們現在來到的 等等力不動蹲這裡 那日本人呢在新年的時候都會喝乾酒 那我們也來買一個兩杯乾酒吧 哇 這讓我想起我們之前在松本四柱神社 然後也是在冬天的時候喝乾酒 過新年啦 它雖然是要乾酒 但它其實沒有酒精 所以巧克力的天色 啊我記得它好像是有點像那個 什麼桂花那樣什麼那樣 那種就是 米做的 然後有一點發酵的飲料 對 好暖好舒服 這就是乾酒的味道 其實仔細喝 還可以喝到一點顆粒 對啊 不知道是不是米還什麼 太好喝 它有一點像沒有酒精的 小米酒 嗯 對 那種味道 那等等力溪谷呢 這幾個月啊 它好像是要再調整它的直批吧 所以它就是這 公園的很大部分都關起來 但如果就是 公園沒有關起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其實是蠻適合 來去走走到山谷 它是東京都內 我記得23區 唯一一個溪谷 所以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來看看這邊 就是 進到的西湖完全感覺跟 就是在城市感覺完全不一樣 看不到旁邊的大樓 就有那種在自然的感覺 下一站大概做20分鐘以內呢 就可以從等等力 來到三軒茶屋 那一樣也是在士田谷區 大家可以看到它距離啊 澀谷 還有新暑期已經不遠了 第三軒茶屋是一個很大的站 然後很多餐廳 但今天呢 由於是一月好緣故呢 所以其實 很多餐廳啊 然後周邊的逛的東西 可能都沒有開 所以我們就 上去樓上看看 就是有沒有 可以吃的店啊 車站一出來 也就有一家非常大的 稀有的超市 對面有一家 無印良品也有開 這邊好像也是日本人 評選 就是最想住的區域其中之一 對啊 而且它同時也是那個 三大鼓掌 包含夏北澤 三軒茶屋跟 好像高原寺吧 我們旅車站出來 才走了一分鐘吧 對 然後這邊有 這個設施裡面有超多餐廳 對啊 來 可惜 我們現在走的這個是 距離車站 就一分鐘的 有點像商店街的地方 類似 然後它兩旁 超多店的 剛剛的超市 然後 Hachinko 然後卡樂迪 有賣很多東西的卡樂迪 你會想要住這邊嗎 還不錯耶 說真的 這邊也是我當初 想要搬家的 一個首選之一吧 因為 好像還滿 兩三條線吧 都有交匯 這樣子 然後生活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十足 壽司 拉麵 反正什麼 什麼都有 對啊 你想到應該都有 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到車站的立外邊 發現這邊又比剛那邊更熱鬧了 我覺得三軒茶屋這裡 最標誌性的就是有 高架橋 我每次來印象就是有高架橋 不知道是不是首都高之類的 有可能喔 這一區很誇張耶 這一區 超 就是超繁榮的耶 對啊 這裡基本上我覺得 好像比夏北澤還要更繁榮 因為它 附地還什麼 好像更大一點 我覺得這邊又更適合住人 對 我覺得可能有很多條不同路線接在一起 對啊 因為我覺得夏北澤更像是 逛街的地方 但是 這裡的氛圍讓我感覺更接近 住 然後 很熱鬧的地方 對 就生活跟逛街 雖然聽說這邊是 三大古著區域 但是因為我好像只來過這裡一次 今天是第二次 所以我目前是 還沒有看到像夏北澤那種 有一些骨灼店的吩咐 對 搞不好它是分散在各處 對 目前還沒看到 不過 這裡的熱鬧程度 已經讓我大開眼界 好翻過來 お金お願いします 這邊的確是有比較貴一點的 我記得 而且它最重點是 它離色骨非常非常近 大概 可能快速幾個小時就到了吧 哇 沒想到我們剛剛 一直錯過的一個地方是什麼 什麼啊 Blue Bottle 超屌欸這個 還故意開在超級巷弄內 對啊 根本是國宅裡的Blue Bottle 超讚 對啊 我們等一下 吃完中餐來買杯咖啡 對啊 怎麼辦我已經 有點想搬來三軒茶屋了 已經有點愛上了 是耶 好大喔 你看這個 超讚 好 再來一次 唐阿萊的Blue Bottle 可愛 裡面竟然超大的欸 等了一個多小時 差不多 入座啦 基本上 都要用自己點的 火頭 好嘍 好吃 說實在的話我覺得真的超級有力好吃的 因為我在東京其實我們也拍過非常非常多火燃壽司 應該知名的火燃壽司我們都拍過 但是呢今天就這樣子 所以便便進來一家找到一家 然後我覺得啦 就是比我說吃過東京的火燃壽司都還好吃 只不過他就是比一般的火燃壽司 就大家知道的美能力啊等等的 就是價位再貴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他好吃的原因之一吧 好那我覺得好吃的壽司我們就不用多做解釋 因為就基本上那個魚只要夠新鮮 然後處理得當的話就會很好吃 那我自己是覺得他的魚種類還蠻多的 像今天我們吃那個季節限定的那個獅魚 兩種料理很好吃 然後你剛說有一個金澤特產的那個 富山白蝦 對 剛好那個超好吃 對 那反正他每一樣我覺得都很好吃啦 那就 蠻推薦大家 如果 有想要來三鮮茶屋 或是想去台北忠孝收購 可以找一家金澤美味壽司 超好吃 推推 對 下一站我們搭乘大概25分鐘的車 來到西武新宿站 這邊就真的是回到了新宿區啦 好我們今天來到第四站西武新宿站 我們就來歌舞企林晃晃吧 那其實西武新宿站 顧名之意它其實是新宿 但是它是屬於西武鐵道這家的公司 對 那新宿的交通其實非常發達 所以新宿有什麼 就是玩Stay線啊 然後聚躍線啊 還有京王線啊 唱給GD線 等等 就各種不同的線 所以我們挑選西武新宿 最近的景點 應該就是歌舞企林的附近啦 沒錯 所以 我們是在想說 還是 不要犯規的太嚴重 那就還是先從 這附近的景點 稍微繞一下 雖然技術上來說 新宿都可以啦 一出來就是在最熱鬧的歌舞企林附近 那我覺得 新宿的 熱鬧 就完全不需要介紹 對 幾乎等 再介紹就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我們這邊也沒有特別差跡 年修造網平常在 這邊附近 胡鬧 就是瞎走的一個路線 帶大家看看 對對對 而且大家要記得喔 這個系列不是 旅遊介紹 對 它是有旅遊的成分 但它不是介紹 對 如果是要旅遊介紹的話 我們就不會挑1月2號來這邊 這個系列是旅遊行綜藝節目 是的 好那我們還是加減介紹一下 歌舞企林這邊其實有蠻多那個牛郎店 在歌舞企林的這個附近區域 就是有名的Lock Hotel區域 就是可以在這邊 做一些很快樂的事情 好我們接下來要上 歌舞企林塔 繼續夾娃娃 Let's go 鎖 超誇張的 這次應該是我們兩個最豐收的一次 滿載的快樂 而且沒有花很多錢 對 沒有花到很多錢 BUB剛剛感超屌的 這個兩次兩次 兩次了 這家那個歌舞伎丁塔吧 他雖然夾一次比較貴 但他的夾子 比較穩啦 大家可以來玩玩看 如果你的技術或感覺有對的話 這裡不會到非常難夾 戰利品 耶 最後一站我們從新宿 坐橋田極限只要七分鐘 就來到夏北澤 我剛剛意外的發現 我們今天有三站都是在釋田谷區 哇我們竟然可以使用到備用車站 我們現在來到夏北澤 沒想到我們一天之內可以抽到兩站 然後是 東京的谷卓的三大集散地這樣 超高興的 那夏北澤呢 也是終於走橋應該再熟悉一不過的老朋友 但是呢我覺得 每半年來這面一次吧 就會發現這邊有新的設施跟建築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 我自己本身也喜歡來逛一個地方 反正如果你這一兩年沒有來東京 或沒有來夏北澤的話 下次有來可以來看看 一定要來一下 其實今天年末有開的店也是比想像中稍微多一點 對啊 可能因為 今天已經是 2號 對 所以今天理論上應該是百貨公司開業的日 餐廳開的 還沒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 商業設施能夠逛街的應該已經算滿多了 對啊 然後 這邊的谷卓就比那個 三宣茶屋要密集 對啊 基本上像這種 2nd Street就是那個 古卓的那個大的連鎖店 對啊 如果你不是什麼 Hardcore 古卓粉絲的話 我覺得 不太需要做功課 只要一出再稍微就是 隨便找幾條路 逛逛 就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東西 對啊 對 走這邊好 我覺得以古卓來說的話 高原四跟夏北哲跟三宣茶屋 我個人覺得 夏北哲應該是算滿好入手 對 車站走出來 隨便走都有電 而且你只要看到古卓 這兩個漢字就可以 就可以逛 而且重點是交通非常方便 就是你從新宿以及涉谷都可以到 到夏北哲這裡來 對 然後這裡 其實除了古卓之外 也有很多像這種就是 買一些小東西的店 店家也都滿多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點是 這邊吃的東西都不錯 比方說漢堡店 然後咖哩店 這邊非常有名的一個 算是特產 對這邊咖哩店超多 而且特別是我們最愛吃的 湯咖哩 就在這邊 最愛吃的湯咖哩 就在這邊 然後這家東洋百貨店 它裡面是一整個區域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店 這邊有賣飾品的 賣衣服的 等等的都有 不錯 這個橋下的這個 夏北哲 Mekan 胃丸 是一個小小的 新的商業設施 那它這邊主要比較多是 餐廳 然後還有到走到中段的話 有書店這樣子 我們剛剛繞了另外一邊 接下來帶大家走的是 夏北哲 南口商店街 這家普羅店還蠻大 而且開蠻久的 好幾年前來就有了 然後它有兩三層樓吧 然後往裡面逛 也都很多很多商品 晚餐吃背面 你看 這家店啊 我一喝它的湯我就知道 ヤバイ 這個湯啊就是 充滿了濃濃的海鮮味 就是貝淚 然後知道說 這個 我相信台灣人一定會喜歡 那這家店好像是2021年開 所以開了沒有很久 那我相信它以後 有潛力可以變成拉麵百名店 而且我覺得台灣人 真的會喜歡這家店 好 我跟Bob的感想也是差不多 就是我第一口喝下去 那個湯 就覺得哇 那湯超棒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老闆寫了 他好像是寫說 有牛骨跟雞跟背 然後但我覺得 以我們的平民的舌頭 反正一入口就覺得那個 背的那個鮮味啊 非常的亮 那有點像就是 蛤蟆湯的那個方向 但不全然 又更濃郁又更鮮 然後 我覺得它加了那個洋蔥 跟蔥 有蠻化龍點睛的 就是 除了鮮味之外 還是可以吃到一些 比較刺激的味道 那我覺得 唯一一個比較稍微 我認為美中不足的是 它的麵有點偏軟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再硬一點 再Q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個麵就蠻完美的 然後我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它的 整體的湯的味道是偏 我覺得是偏清淡 但是很鮮的 所以如果你 沒有喜歡吃很濃的拉麵 豚骨那種的話 這一家真的可以來試試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隨機冒險 就來夏北澤做結尾啦 我剛剛跟偉人在散步的時候 我們就討論到說 其實啊 今天的行程 真的非常好玩耶 對 就三軒茶屋也有 然後夏北澤也有 然後雜色 就是也是 雖然是小站 但是覺得它其實 應該有蠻多好吃的東西 那我覺得就是 對阿 唯一真的有點可惜的地方是 今天是1月2號 所以還是有些店沒有開 但我覺得已經 對我來說是 隨機冒險11集裡面 算是很好玩的一集 對 我覺得也很好玩 可是 我自己認為 對隨機冒險這個系列 我更期待它出現像 五藏五日市 嗯 那種就是 感覺啞敗 感覺不抱期待 但是一下車發現 是另外一個室外桃園 我覺得那種感覺更爽 當然今天這種 都內行程也是很好玩 對 但是好像就跟 東橋平常旅遊的 節目會稍微相近一點 對對對 不過今天還是吃了兩餐很好吃 對啊 還是覺得蠻賺的 好啦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的包包 志文 來看見 掰掰